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古济柔 据路透社星期一报道 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日前在他的网站发布公告表示 该部门已经在上海部分市场 查获没有生产日期 及配料表标志的羊肉卷 目前部分可疑产品已经送解 公告说上海食品安全工作人员 与上周五联合公安部门 在一家名为牧连国际动品的商户仓库内 发现大量品标为雨宣斋的新西兰羔羊肉卷 但这批产品没有任何生产日期和配料表 公告指出一份出货清单显示 上述可疑产品流入了 改妹、小肥羊、谈火锅、品上豆捞、澳门豆捞等知名的火锅店 广东善委地区上千村民 星期一围堵政府部门 抗议腐败官员、私卖土地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报道 5月6日广东善委陆丰市劫石镇新饶村上千村民游行 前往镇政府抗议官商勾结、倒卖土地 报道说村民围堵镇政府大门举行示威 但当局派出大批警察戒备 拒绝回应村民的诉求 深圳一个台资厂倒闭 近千工人为了追讨倩薪 从星期一开始连续两天上街游行抗议 据报道深圳市保安区松岗镇台资 金顺台义品厂扫壁 近千工人走上街头示威追讨倩薪 从工厂游行到松岗镇政府 大批警察沿途戒备 此外东莞张木头一个日资厂的数千工人 经期一罢工 据报道5月6日广东省东莞市张木头镇的日资企业 香港石和田电子有限公司 三千多名员工全体罢工 抗议工资过低 要求涨薪 这个政府有关部门说 工人愿望达成 周二已经复工 香港码头工潮出现了新的进展 香港码头职工工会决定接受资方提出的书面加薪承诺 但目前尚未就结束罢工做具体的安排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劳资冲突当中 四家承包商永峰、现创、联融和培计 于上星期五向罢工工人提出加薪9.8%的方案 并在星期一就此向香港劳工处出具了书面确认书 香港码头职工工会决定接受上述方案 海南三亚发生了协颈追撵共骑一辆摩托车的三名学生 导致学生被货车撞倒死亡的事件 据报道 4月29日海南三亚凤凰镇水郊村田园小渔温泉附近 协颈李文泽和李哥在查车时持井棍追赶三名 共骑一辆摩托车的学生致死三名学生在慌乱中 与辆车货车相撞而追车协颈赶到后 没有施予救助反而开车离去 最终三名学生全部死亡 事件引发了当地民众不满 于5月2号到3号连续两天到三亚市政府门前静坐 抗议警察见死不救 本台驻首尔记者报道 韩国和美国海军星期一开始在黄河进行为期五天的联合军演 与此同时 韩国总统朴槿惠访问美国 于美国时间星期二 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韩美首脑会谈 此外 中国媒体报道 中国银行7日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 该行已经向朝鲜外贸银行发出关闭账户的通知 并停止接受涉及该账户的资金转账业务 另外据韩联社报道 平场最近把两枚无水端导弹从东海的一个发射场移走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古济柔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